花蓮斯公所配合这个星期六的夕阳万圣节 同时推广学童的阅读风气 30号的上午是在民意国小的活动中心 举办了阅读搞什么鬼的万圣节好书交换活动 让学生发挥创意搞怪 变装的同时 小朋友也彼此交换书籍和心得 一起共享阅读的乐趣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来到了 花蓮斯公所和民意国小在万圣节的前夕 共同办理了阅读搞什么鬼 万圣节好书交换活动 除了让学生发挥创意 搞怪变装走秀跳舞 体验夕阳传统的节日 也让孩子彼此交换书籍 天真阅读的风气 我们最主要也是要鼓励 所有孩子们有阅读的习惯 那今天推推荐的一本书是 李同作者所做的游侠少年型是花蓮在地的作家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有机会有更多的花蓮在地作家都能够推荐给我们的孩子们 来做阅读跟学习 我相信从阅读里面会找到自己的力量跟知识 那这是从古到今不变的道理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能抛开笔电 重新喜欢上阅读 爱上阅读 能够从阅读里面获取更多的乐趣跟知识 市长魏嘉玄挑选了游侠少年型和自治小市长 庄彭瑞推荐穿越回南时空 跟着王臣和走读花蓮 都是以花蓮为时空背景的书籍 一起在万圣节交换阅读 一年一度的好书交换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那因为我们主要的就在推阅读 那结合阅读 以及我们学校也在推动读经活动 所以我们这个好书交换呢 是让每一个小朋友透过这样的活动 将他书柜上的好书能够分享给其他人 当然在书面上呢 他们也写下他们对这本书的心得 那期望介绍他们的心得呢 让大家让其他的同学也知道 集结全校一到六年级 千位小朋友和千本书籍 除了尽情装扮度过节日 也期盼小朋友将自己珍藏的好书推荐给同学 同时配合校内的读经活动 加强阅读的风气 抛开3C产品 欢喜阅读爱上阅读 获取更多的乐趣和知识 记者蒋邦彦 花灵士报道